這個成功領替代役受婚的學員 之前團出武漢危險 後上後來後去 立委何志委表示 有接到在宜蘭 金禄月的新兵 跟他們倒數工 這領域裡面有一年一百二十六的人 就一半左右來隔進路 背叛國防部 本部認真地的 領域和這領域 變成是很容易感染的所在 以下的事項 都是因為國防部上級政策 導致的問題 在吉蘭 監督結束新兵婚的越南 跟李偉道說 不然成功領域 變成冠北斗的運程 現在人家也沉寒 配偏國防部的 防疫政策有問題 如果軍中出現確診者 會隔離確診者本人 以及床位的六公格 但是當兵的各位 有辦法只待在床位上 不要移動 越南只空有部隊 沒有落實 十天留體穩 照三天說笑要掛水暗 但是當兵政策有夠人 把整個都不可以掛 有人照耍就比較近 甚至回去鴨庫的塊太重量 也沒有領域來太減頂頂 開船以來一年一百二十六人 就有六十三個比較近 發燒了 開始咳嗽了 他們一邊訓練 一邊咳嗽 邊跑邊咳 咳到大家全部中獎 一尾培平 贏出風液太過日報 在問國防部 知道的比較近人數 到底有多少 但是委會國防部代表 不管回答 國防部代表 共調比較近數字 要由智慧中心公佈 只知道 新公佈剛才分一倍 沒有人比較近 如果旁邊到監獄各個部份 會再沾對抵抗的地方 更多了解 記者在今天表演 台北昌佑樂